Practical 好我们来看音节 第一个音节是在P R A C A我们发成重音的A 整个音节我们念成Pract TI念成T CAL念成Core 重音节落在第一个音节这个字 我们就念成Practical Practical 好那Practical呢 这个字呢 它是一个形容词 中文翻成实际的 那我们看英文解释 Relating to 这个是与什么什么有关 跟什么东西有关呢 跟实际的状况有关 Real situation 这个Rather than呢 我们也经常看到 它的中文我们翻成而不 而不是一些点字 或者是不是一些点字 或者是一些理论 好 Theory这个字 指的就是理论 好不是只有讲理论而已 它是要用在跟真实的情况有关的 那我们中文就翻成实际的英文 就念成Practical 好那Practical呢 同学呢 可能呢会有印象 对不对 这个字呢 跟一个字很像 那个字呢 就念成Practice 那Practice这个字呢 我们中文就把它翻成练习 好这个同学呢 很早以前就知道的 好这两个字 你要实际上有练习 你才会有进步 就像是我们在练习英文 是不是你也要多多练习 才能够有实际上面的进展呢 好我们看例句 While Eric would like to satisfy everyone In practical terms it is just not possible 好这个while这边其实就等于although的意思 好那中文我们就把它翻成虽然 尽管 好虽然呢 Eric would like to 比如他想要这么做 想要怎么做呢 去satisfy 识什么什么人 感到满意 英文就念成satisfy 他想要让每个人都满意 但是In practical terms 来各位 这个是一个蛮常见的片语 同学呢 建议同学呢 可以把它背起来 叫做In practical terms 就是具体来说 实际上的来说 It is just not impossible 这件事情是不可能的 好那practical这个字呢 除了可以当作实际的 也可以当作实用的 好我们看英文的例句 High heels may look beautiful But they are not practical for daily activities 好 High heels这边指的就是高跟鞋 Hill这个字呢 本身它的意思呢 就是脚后跟 好我们的脚肿 英文就念成hill 那我们知道呢 高跟鞋呢 它很多的力量就放在这个地方 所以呢 我们英文就念成high heels 就是高跟鞋 它说高跟鞋呢 may look beautiful 看起来可能 may就是可能的意思 可能看起来很漂亮 But they are not practical 他们呢 是不使用的 对什么而言 是不使用的呢 for daily activities 好 就daily activities 就是日常活动 好的 所以呢 我们再来复习一次 这个字我们念成practical 形容词实际的使用的 是不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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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而是不仅是不仅是不仅的 全世界 所以我们再来复乱的